好 主播各位观众 现在记者所在的位置就在高铁左营站 那么其实都可以知道 昨天受到东南水泥场的公安事件意外 那么其实高铁呢 今天早上呢是出现了大批的人潮 因为在昨天呢受到影响 不少人其实是在今天早上来到高铁站 赶载第一班车要来返乡的 那么其实呢 现场民众呢 其实是可以看到没有像昨天那么多 但是现场还是有不少的人潮哦 那么带你来听一段现场的最新访问 非常困难 为什么 因为就是行程都被打乱了 对啊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 照理来说是很准时可以到左营高铁 可以搭上高铁 有 有 因为昨天本来要做 改成今天早上好了 就改个班次而已啊 就跟家人联络一下说行程改一下这样 那么根据了解呢 其实昨天呢 是有将近呢11多万人受到这一次的公安意外影响 那么其实呢 昨天在经过台电来立即抢修呢 是在昨天晚上的10点40分来进行通车 那么其实现场也可以看到呢 是已经没有民众来进行这个接驳哦 因为其实已经进行恢复了双向的通车 那么民众其实一早都敢来高铁站 要来搭乘第一班的列车来返乡哦 那么其实根据了解高雄市政府呢 其实对于东南水泥厂这次的惩处呢 其实也做出了最高的惩罚哦 那么根据了解其实昨天啊 就是阳起巨大的灰尘 那么环保局也将对它进行最高的罚还 那我们这边了解到是要来开罚500万元 那么其他处事呢也各开罚了像是公务局开罚了77万元 那么其实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呢 东南的水泥厂商以及它的承包商已经出面了来道歉 呃他们是说呢他们的要该负起的责任 也会将来就是一一的负起 那么其实昨天呢高雄市政府也说了 其实东南水泥厂中南水泥厂是这样的这样子公安意外呢 其实会造成了公共危险罪 那么其实后续呢后续呢交通部跟台南市政府 包含了台铁跟高铁也来进行开罚 那么以上是最新情形 再把先进头照完同类主播 谢谢大家